根據廣西氣象台25號下午發布的預報顯示 今天天氣,今天早上到晚上,玉林、桂港、吳州、河州、桂林、南寧、北海等市多雲有鎮雨、局地大雨、其他地區多雲。 天氣趨勢,預計未來三天,廣西大部分地區雨水較少,部分地區時有鎮雨、雲雷雨出現,局部地區需要主意逢返大雨出門。 氣溫方面,未來三天,全廣西大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將達到31-33度,局地又將回歸。 陸地天氣詳情,今晚到明天,桂林、河州、來濱、吳州、桂港、南寧、玉林、北海、堪州、防城港這些地方都是陰陰沉沉, 還要下陣雨,甚至有些地方會下大雨,其他地方都多雲。 明晚到後日,桂東和桂南會下陣雨或雷雨,甚至有些地方會下大雨,其他地方都多雲。 27日晚到28日,全廣西都會下陣雨或雷雨。其中,貴西北局部地區還要下大雨。大家出門,記得帶頂把傘。 海洋天氣,北部灣海面,這三天都會下陣雨或雷雨,吹邊南方四到五級。 氣象部門提醒大家,未來三天,廣西時有陣雨或雷雨出現,公眾外出時要注意避好雨具。 如果遇到突然的雷雨下雨,大家記得蹲低一點,兩隻腳合起來,不要站在大樹下,以免被雷劈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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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